Odio Jungle 大家好,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场景十分真实 我梦到了奶奶家的田地站了 她把钱给了姑姑做生意,丝毫不顾我吧 今年后,姑姑家的专场破产了 奶奶带着姑姑一家四口人,全都搬来了我家里 白天爸爸要去上班养活一大家子人 晚上他还要做兼职,给我攒学费 没过几年的功夫,人就累死了 爸爸死后,我彻底成了默认馆的孤儿 姑姑明面上已照顾弟弟家的孩子 将我待在身边 但实际上是为了获取我家房子和爸爸留下的存款 他们将我赶到了鸡舍里面睡觉 等到我在大一点之后 竟然偷偷地让男人们堂而皇之地上鸡舍里面 奶奶则是站在门外收钱 后来我发狠地拿起鸡舍的锄头 打在了用眼神色眯眯地看着我的男人身上 被姑姑发现后打死了我 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发现这天竟然是爸爸和妈妈要离婚的那一天 胡建军 你就这样看着你妈和你姐欺负我都不带支声的是不是 妈妈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朵里面 我被自己刚刚做到的梦下醒了 睁开眼睛就看见妈妈打包着行李要出门 你要是把你妈和你姐他们一家四口都带回来 我就跟你离婚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爸坐在床边 爱生叹气地抽着烟 宴会 你消消气 他们不是我妈和我姐吗 他们现在有难了 咱能帮一把试一把 如果是刚听见这话的陌生人 很有可能将我妈当成蛮横不讲理的泼妇 但是殊不知我妈是经历过我奶奶和姑姑的磕代的 奶奶家原先住在农村 爸爸妈妈每年都会带着我回家给奶奶家种地 那时候 爸爸在城里开了一个小面馆 生活不算富裕 但也能过得去 爸爸总是将他们毕竟是我的亲人 当成口投产 毫无怨言地养着奶奶和姑姑一家三口 就连姑姑家的孩子都是爸爸供着上学的 妈妈也从来没有半生怨言 直到奶奶家的房和地占了之后 奶奶将所有的钱全部交给了姑姑和姑父两人 让他们买上了大房子 开了专厂 之后爸爸就被奶奶撵了出来 再也没有了联系 时隔这么多年 姑姑和姑父的专厂倒闭破产了 他们又来找爸爸收留他们一家四口人 妈妈含着眼泪 质问着爸爸 你拿他们当亲人 他们拿你当傻子玩 今天你给我一个准话 是要他们还是要这个家 我眼珠子咕噜咕噜转个不停 不管梦境是不是真的 我都不能让原本幸福的家庭 因为奶奶一家 变得支离破碎 眼看着爸爸皱着眉头不发一眼 妈妈伤心地拿着行李箱 就要回娘家 我赶紧张开小腿 吭哧吭哧地跑到妈妈的面前 抱着她的小腿哭 妈妈 妈妈 你是不要饱饱了吗 妈妈见我睡醒了 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妈妈不是不要你了 只不过奶奶和姑姑四口人都要来 家里面睡不下 妈妈先回姥姥家待一阵子 梦境里的我并没有醒过来 妈妈自己一个人开车走了 没想到半路上 她就出了车祸 不幸离世 爸爸因为妈妈的离世 伤心欲绝 一个人带着我 直到她有病离世 也没有再找 她经常跟我说 妈妈是她遇到的最好的女人 但她却再也找不回她了 我搂着妈妈的脖子 奶声奶气地说道 妈妈 这里不是咱们的家魔 你为什么要出去呀 你要是走了 奶奶和姑姑四口人 住在这里 那这里不就是他们的家了吗 妈妈想了想 觉得也是这魔个道理 夫妻两个人 吵归吵闹归闹 她也只是生气 自家男人分不出好坏人 但是房子是自己的 房产证上面 可是写的他们两人的名字 她为什么要走 给他们四口人疼地方 想明白这一点 妈妈抱着 我把行李箱 重新放到了房间内 我瞄到爸爸 悄悄地长舒了一口气 外面的房门 音声响起 我身体一震 妈妈注意到我的不寻常 赶忙问道 宝贝怎么了 是有哪里不舒服吗 我摇摇头 只因为这和我梦里面梦到的如出一辙 还没等爸爸开门 我先开口 爸爸 是奶奶和姑姑来了 爸爸开了门 来的真是奶奶和姑姑 还有姑父和他们的孩子 奶奶一进门 就笑着将手上的行李放到了地上 姑姑也紧跟其后 在看到抱着我的妈妈的时候 她明显不开心了 和爸爸抱怨 你家就这么点地方 两时一听 我都提前告诉你了 我们要来 这里肯定住不下的 你媳妇怎么还不回娘家呀 奶奶也跟着说 确实住不下 我们还以为她能先回娘家去呢 把你们两个人的屋子 给你姐和你姐夫倒出来 毕竟他们两人在自己家里 也是睡一张大床 换了地方 还不知道能不能睡的习惯呢 姑姑家的孩子都闹了一句 这里好小啊 我要睡单人间 姑姑笑着摸着她的头 欣欣乖 一会儿把胡妞妞的房间倒出来 给你住 让她和她爸在客厅打地铺 爸爸还是不出声 我能感受到 妈妈气得身子直抖 我拍着妈妈的背 充满童真的问道 你们住惯了大房子 肯定是住不惯我们的小家的 要不然 你们还是不要将就了 还是睡你们的大房子吧 姑姑脸色阴沉 张嘴就要骂我 好你个小兔崽子 不就是看我们家现在落魄了魔 我们要是好起来 还不稀罕住这里呢 姑父对了姑姑一下 姑姑这才感觉自己失言 转头喊着爸爸 建军 你也不说管管你家孩子 我可是他的长辈 这魔跟我说话 也不知道这孩子 平时都是怎么教的 一点家教都没有 妈妈一听姑姑说我 哪里还能忍得了 妈 姐 这个房子的房产证 上面写的是建军和我的名字 我也有权利干涉 这个房子里面住谁 不住谁 你们要是想住的话 我可以去新兴的房间里面睡 建军给你们 倒不到主卧是他的事情 你们自己商量一下 到底是谁睡客厅吧 妈妈说完抱着我就去了我的房间 门外响起了激烈的争吵声 看看你平时把你媳妇给惯的 我们要来你家住 你连这个煮都做不了 真是个窝囊费 建军 你去告诉你媳妇 赶紧带着孩子回自己娘家住去 爸爸从始至终都默发一言 只是一个劲儿的抽烟 妈妈也知道他家在中间不好受 之前一直都忍让着 就算是在奶奶和姑姑那里受了什么委屈 都不和爸爸说 因为他知道 爸爸这个人少言寡语 平时不爱说话 为人老实 待人也真诚 他把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妈妈一直说孝顺老人的男人值得托付一生的 但绝不是余孝 经过了奶奶和姑姑占完地 就将我们一家三口赶了出去 连着好几年都不和我们联系之后 妈妈对奶奶一家彻底良了心 最后 姑姑和姑父他们三口 在主卧的大房间里面住下 奶奶睡在了客厅里面 眼看就要到吃完饭的时候了 爸爸提议让奶奶和姑姑他们三口 和他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刚开始他们都很高兴 着急忙荒地穿着外套 研究着晚上的菜 建军啊 也不用整得那摩丰盛 就六菜一汤就行 弟呀 一会儿咱们去市场看看 有没有大螃蟹卖的 去买一点 我们家欣欣爱吃 我还要吃锅包肉和茄盒 好好好 一会儿回来 让你舅妈给你做呀 他们不知道 我家的房子不怎么隔音 只要一大声一点说话 就能被人听到 我妈气得在我的小床上 抹着眼泪 外面传来爸爸的声音 我先下去把车里的火打着 你们一会儿下去就行 咱开车去市场 姑姑的声音 拔高了好几个度 坐车 坐什么车 我们不坐车 快费油的 姐你不用给我省钱 也用不了多少油 姑父的声音 也带上一点紧张 建军啊 咱们还是走着去吧 是啊 走着去吧 就当锻炼了 爸爸担心道 你们不说要六菜一汤膜 买的东西肯定多 到时候拿不回来 我听着外面姑姑和姑父 极力不想坐车的话 脑中闪过了什么 赶紧迈着小碎布打开屋门 抱住爸爸的腿 爸爸 宝宝脑袋疼 你快带我去医院 肉乎乎的小手使了十成十的力道 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 顿时眼中出现了泪花 爸爸 你快点陪宝宝去医院吧 宝宝要疼死了 爸爸赶紧将我抱在怀里 摸着我的脑袋 安慰道 不哭不哭啊 爸爸这就带你去医院 姑姑一看我要去医院 马上就抱怨道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去买菜啊 爸爸面上露出蓝色 将怀里的钱包递给姑姑 这里面有现金 你们先去买菜 还没等爸爸说完话 四口人接过钱包 就急匆匆地离开了 爸爸和妈妈抱着我下楼 坐上车 我挣脱了妈妈的怀抱 阻止爸爸启动车子 并告诉他们两个人 爸爸妈妈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梦里梦见妈妈和你生气 开着这辆车走了之后 就出了车祸 你们先不要启动车子 先检查一下吧 妈妈见我脸上一点都没有刚才痛苦的表情 立刻也明白过来 妞妞 你刚才是装了脑袋疼吧 我点点头 妈妈 宝宝是好宝宝 不是撒谎的小孩 这只是我善意的谎言 我真的梦见了 妈妈刚刚不是也要走吗 我就是害怕 才莫让妈妈走的 爸爸显然并不相信我说的话 还是妈妈一边抱着我 一边冷声吩咐爸爸 你还是检查一下吧 我和孩子都在车上呢 万一真有点什么闪失的话 就得不尝试了 爸爸很听妈妈的话 赶紧低头检查车的状况 不检查不知道 一检查之后 还真出了问题 刹车油管 被人拔掉了 爸爸发现的时候 经得出了一身的汗 真不知道 如果他没检查的话 会出现什么后果 梦里面的妈妈 开着这辆车子 撞上了护栏 底盘的油乎乎的往外冒 还没等救援赶来 这个车身就着起了大火 妈妈也跟着丧生活海 现在看来 现实中的事情 和我的梦境都对上了 梦里面 爸爸和我都以为 妈妈是意外出的车祸 爸爸每次提起妈妈 都带着自责 如果不是我当初 气你妈妈的话 他也不能把车开的那模块 也就不能没了 都是我 都是我害死了你妈妈 现在想想 妈妈的车祸 发生得十分蹊跷 我有预感 这件事情和姑姑一家脱不了关系 爸爸赶紧将油管安好 又宰宰细细地检查了 一番之后 才小心翼翼地带着我去医院 尽管我说 我的脑袋不疼 但是爸爸妈妈 还是带着我去了医院进行检查 直到听见医生说 孩子健康得很 他们两人才放心下来 回家的路上 我再次开口 爸爸 咱家的车子是人为拔的 宝宝之前做梦梦到了哦 爸爸显然还不相信 我说的话 妞妞 那只是一个梦而已 这只是碰巧的事情 但是呢 也十分谢谢妞妞提醒爸爸检查车子 我撇的撇嘴 显然这种事情 很令人匪夷所思 爸爸就算是相信 这只是一个巧合 也不愿意相信 我可以预知未来的梦 我不服气 接着到 我梦到了 这件事情就是姑姑和姑父做的 他们想让妈妈出车祸 他们想害妈妈或者你 梦里面确实如此 爸爸妈妈相继死后 他们就接手了我家的房子 还有爸爸的存款 说是我年龄太小 先替我保管着 我注意到 妈妈抱着我的手 微微收紧了些 爸爸历生地打断了我的话 胡妞妞 那可是你的姑姑和姑父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怎么能把他们说得那么坏呢 以后不许再说了 这是爸爸第一次如此严厉地训斥我 我眼眶里含满了泪水 妈妈抱着我 冷声回对 你就是把你们家人想得太好了 我觉得 妞妞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之前姐姐和姐夫极力地说 他们不坐车 肯定是知道点什么 但是你说 你要开车去送孩子去医院 他们也没有拦着一下 如果刹车油管真的是他们动的手脚 那就是想让咱们一家三口都死在路上 胡建军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说完 妈妈头也不回地关上车门带我回家 一打开门 眼前的场景把爸爸妈妈都吓了一跳 玄关 客厅的地上 到处都是小零食的垃圾袋 桌子上面也都是姑姑和奶奶 他们吃剩下的水果皮还有瓜子皮 电视里面放着体育频道 姑父羊躺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着电视 见我们回来了 姑姑指着地上的垃圾说 你们回来的也太晚了 星星都饿坏了 吃了些东西 一会儿一样会把地扫一下吧 妈妈冷了脸色 莫让爸爸开口 直接说 妞妞有病 我们去了医院 你们连问都不问一声 指电寄星星吃不吃饱饭 姑姑嘎笑一声 魂不在意地说道 这不是漠视膜 再说你们不也得吃饭吗 妈妈气得笑起来 要吃饭是吧 我们出钱买的菜 是不是你们也得出个人做一下 还有啊 建军刚刚是开车去的医院 发现车的刹车油管被人拔了下去 说到这里的时候 妈妈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姑姑和姑父 没有错过他们眼中一闪而过的慌乱 还好发现得及时 如果开车上到的话 只不定会出神模式呢 妈妈慢悠悠地说着 姑姑身子僵直 而后呵呵干笑两声 这不是挺好的 幸亏发现得及时 可能是怕妈妈在说什么 她没在做妖 转身进了厨房做饭 姑姑家的孩子 把脸拉得老长 语气蛮横 姥姥 妈妈以前在家里 从来都不用做饭的 怎么到这里来还要伺候人了 他们没有人心疼妈妈也就算了 姥姥你去帮妈妈做 之前还帮着姑姑 对着妈妈的奶奶 现在像瘦气包一样 笑着摸着欣欣的头发 好 姥姥这就去帮妈妈呀 爸爸看不下去 妈 你怎么能这磨灌着欣欣呢 她这磨小的孩子都知道 使唤你干活了 欣欣应该和妞妞学习 不能使唤长辈干活 爸爸试图 你说欣欣干什么 奶奶一把将欣欣护在怀里 她这磨小懂什么 欣欣从奶奶背后露出一个脑袋 我妈都没这磨说过 凭什么你能说我 爸爸气得白了脸 刚要说什么 被拿着铲子的姑姑训了一顿 你说欣欣干什么 自己教好自己家的孩子 爸爸看着奶奶 顺其自然地接过铲子走进厨房 再多的话也说不出口了 第二天一早 妈妈穿戴整齐 要和爸爸出门上班 临走的时候 特意嘱咐 我要乖乖在家 如果不是必要的话 不要出这个房间的门 我乖巧地点头 等他们走之后 门外就依次响起了说话声 建军和他媳妇都走了 这个家就是我们的家 你小声一点 胡妞妞还在那个屋子里面呢 怕什么 他那磨小的孩子懂个屁 客厅里面的声音 开始肆无忌惮起来 我昨天晚上看了 从一样会那个 女人用的还是品牌的护肤品 我仙子都没用这抹好的化妆品了 姑姑一边说着 一边使劲扣着里面的面霜 往自己脸上涂抹 不用白不用 欣欣也凑上钱 妈 我也要抹 母女两人尽情地祸害着妈妈的护肤品 还有化妆品 我们家欣欣都已经18岁了 现在不美一美还等什么时候美 都给她用完 之后妈再让舅舅给你买呀 我饿得肚子姑姑直叫 闻着外面的饭菜香 卖着小腿走了出去 姑姑和姑父一家四口人在饭桌上吃饭 丝毫没有顾及到我 我自己去厨房拿了碗筷 走到桌子前 打算吃饭 姑姑吐出嘴里面缩完的骨头 扔到了我的碗里面 骨头上面还有点肉 你肯前进点 欣欣张嘴哈哈笑 妈 你心肠也太好了 她将我的碗打翻到地上 那根骨头也被她踩在脚底下 吃 把地上的油舔干净 姑姑和姑父 还有奶奶三个人 谁都没有劝 反而是笑着夸她 欣欣真棒 欣欣在外面 肯定不受人欺负 我的脑袋被她狠狠低压在地上 姑父小心地提醒道 欣欣 差不多得了 这里毕竟还不是咱们家 等到你舅舅和舅妈回家看到 这个小崽子脸上有伤口 肯定会怀疑咱们的 欣欣择了一声 放开了我的头发 爸 她要是告状怎么办 不怕 她这么小的崽子 谁会相信她的话呢 奶奶没有吱声 只吃着碗里的剩饭 姑姑在旁边感慨 这个房子小事小了些 不过也可以将救助 可惜了 我们费力拔的油管 还想着要不就让胡建军开车 要不就是从彦会开车上路 最好的情况是 他们一家三口都坐上那辆车 三口人都出车祸死了 这房子顺其自然就都是我们的了 真是可惜 让他们逃过了一截 我听着心惊 他们真的要害死我们一家三口 梦是真的 我捏紧了拳头 他们不是亲人 是一群未不熟的白眼狼 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 不是不想 是他们不让我吃 我打开冰箱 想要拿一块妈妈给我准备好的小蛋糕冲击 也被信心抢了去 你这么点的兔崽子 给你吃都白瞎了 也吃不出什么味道 我替你吃了 我被扒拉到一边 看着他三两口吃光了 然后得意洋洋得看了我一眼 用沾满奶油的手摸着我心爱的玩偶 我没做理会 他像是用拳头打在了棉花上面 气得在原地直跺脚 看着我的背影充满了怨度 爸爸妈妈一起回家后 姑姑和姑父给开的门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坐着 听到了姑姑和姑父抱怨的声音 建军啊你们家妞妞实在是太难带了 吃饭的时候非要人喂 不喂他还不吃 一会儿想吃锅包肉 一会儿想吃面条的 咱都没见过这摩难带的孩子 餐后小甜品我也喂给他了 我就想着他吃这摩多得出去消化消化石 但是带他出去他又要玩玩具 你也知道姐姐家现在的情况 就没有给他买 你不会怨姐姐吧 爸爸声音带上了感激 太谢谢你的姐还帮我们在家里带孩子 小孩子本来就不好带 你还给他喂饭吃 真是太惯着他了 哎呀 我不是他姑姑模 这是当姑姑的应该做的 就是委屈孩子了 想要玩具 姑姑现在也没有那个能力 爸爸赶紧从口袋里面掏出现金 姐 说我没想周到 这些钱你先拿着 姑姑高兴极了 忙接住钱 我小跑着抱住妈妈的腿 小嘴一撅 妈妈 饱饱肚子饿 妈妈赶紧将我抱起来 语气轻柔地问 饱饱饿了吗 我委屈地点点头 爸爸大大咧咧地放下公事包 姐不说他已经吃过了吗 可别让他再吃了 我看着爸爸 爆发出心底的委屈 我今天一天根本就没有吃饭 姑姑赶紧过来 笑着打圆场 这孩子小 她以为我怕她吃撑了美 再给她吃 就特意这磨说的 现在这磨大的孩子都这个样子 妈妈摸了摸我的小肚子 然后皱着眉头 妞妞的肚子都这磨扁 不像是吃过这磨多东西的样子 姑姑嘎笑着 她 她还上了厕所 所以肚子就瘪了 小孩子就是这样 肠胃特别好 奶奶也站出来解释 妞妞吃得多 中午我们饭都不够吃 我还吃得剩饭呢 爸爸的眼中充满了愧疚 下次我让宴会多做一些饭 剩饭留着我回来吃 你这磨大岁数了 吃剩饭再伤了胃 我同言同语 指着墙上的隐形摄像头说 爸爸妈妈之前都上班 怕我一个人在家有什么危险 于是就按了一个小眼睛 说是这样 就可以时时刻刻在手机里面看到我了 姑姑和奶奶说的不对 妞妞没有撒谎 爸爸妈妈不相信的话 那妈妈就把手机拿出来看看吧 姑姑和姑父这才注意到 墙上的隐形摄像头 两人都显得十分慌乱 你个小兔崽子 姑姑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妈妈的一个眼封给扫了回去 我自己生的孩子 我自己都不舍得骂他一下 你就这样给我骂着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干什么 你不能看 姑姑慌张地想要夺走妈妈的手机 但是还是晚了一步 手机里面播放着他们先前说的话 姑姑和姑父的声音相继传了出来 爸爸越听面色越白一分 现姑姑还要上来抢妈妈的手机 爸爸赶紧拦住姑姑 大声地质问道 你们为什么这魔想让我们三口人去死 他活了将近四十年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他满脸的泪水 他看着姑姑和奶奶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绝望 但是这还没有完 随着妈妈将视频向后加快 我被虐待的画面展示在爸爸妈妈的面前 妈妈搂着我的后背 眼神瞪着姑姑一家 你们真是狼心狗肺 我要报警 你们杀人未遂 还有虐待孩子 姑姑和姑父见状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上来就要抢走妈妈的手机 姑父的大长 眼看就要打向妈妈和我 爸爸及时地将他推倒在一边 两人打成一团 姑妈冲着妈妈跑过来 妈妈怕误伤我 将我放进了房间里 欣欣趁着机会抢走了妈妈的手机 砸了个稀巴烂 还要报警 我看你拿什么报警 他暴力地想要拧开我的房间门 小兔崽子 你给我开门 不然我将你这门砸开 一会儿有你好看的 还好我进屋子里面的时候 顺手锁上了屋子的门 然后拿出妈妈 给我准备好的备用计波 打了报警电话 门外的响动声越来越大 我房间的门外 传出了用力砸门的声音 爆花板的门 被砸开了一个窟窿 我可以看到 欣欣嚣张的眼神 你个小兔崽子 一会儿我让你去吃屎 就在它要砸开的时候 门外响起了声音 远景叔叔终于来了 奶奶这个时候 看见姑姑一家三口 都要被远景带走 赶紧拽着远景的裤脚 欣欣也被控制在一边 我指了纸墙上面的监控 叔叔 我家里面安了监控哦 你们可以看看 妈妈的手机用不了了 已经被姑姑砸坏了 奶奶这个时候 看见姑姑一家三口 都要被远景带走 赶紧拽着远景的裤脚 躺到地上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家室 你们凭什么把人带走 不就是家里普通的小打小闹吗 谁家没有个家长里短啊 这就要把人弄进警察局里面去 还有没有王法了 远景面不改色 郑声道 你这是妨碍公务了 奶奶还不放手 哭的声音都快碎了 他赶紧抬头看爸爸 建军 你倒是说句话呀 都是亲姐弟的 有什么好叫真的 你难道还要亲眼 看着你姐姐和姐夫 因为你进橘子吗 你怎么这么狠的心肠啊 我和妈妈都十分紧张地看着爸爸 我们都知道爸爸最孝顺了 肯定见不得奶奶哭的 本以为他这次又要软了心肠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没想到 爸爸愣了几秒 反问奶奶 妈 你今天可是亲耳听着 他们要将我们三口人害死的 你那个时候 怎么不劝一句 替我说一句话 要不是发现得早的话 我们还能不能 现在站在你面前都说不准 妞妞被欺负虐待的时候 我只看见你低头吃着剩饭 你知道把新饭让给姐三口人吃 怎么不管一管被欣欣要求舔的妞妞 你的心如此狠 我也只能用这种办法 替我的妻女讨回公道 当初你们来的时候 我没有听宴会的话 是我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奶奶指着爸爸的鼻子 大骂她白眼狼 吃里巴外的东西 姑姑一家三口都被带进了警察局 欣欣也已经年满18周岁了 她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等待他们的只有漫长的牢狱生活 被带走的时候 三个人还在疯疯癫癫地大叫着 房子是我的 胡建均平什么过得比我们好 我要永远把他们家踩在脚底下 奶奶眼睁睁地看着姑姑一家人被带走 一口气抹上来被救护车拉走了 爸爸和妈妈把我放到了床上 爸爸语气带着忏悔 妞妞 爸爸对不起你和妈妈 差一点因为我引狼入室 害了你们 爸爸现在知道了 没有什么能比咱们三口人过得幸福 还要重要的了 妈妈瞪了爸爸一眼 然后小心翼翼地问我 妞妞 你之前说你做过梦 梦里面的我们最后都怎么样了 他们都十分认真的等着我开口 我徐徐讲了出来 梦里面 妈妈你开的车子出了车祸 住了火 到最后 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人味的 所以一直被判定是个意外事故 自打奶奶和姑姑一家 来了后 就将主卧和次卧都占了 爸爸只能带着我一直在客厅里面打地铺 整整打了三年 白天爸爸辛苦赚钱 养着我和姑姑一家 晚上的时候 爸爸还要做兼职 说是要给我攒学费 没过几年 爸爸就病死了 姑姑一家人 花着你和爸爸挣的钱 住着我们的房子 最后 把我撵去了外面的鸡窝睡觉 不让我进屋 我也没有上学 等到我长大了 他们就让其他男人进鸡窝里面 妈妈和爸爸抱着我哭作一团 妈妈颤抖着死死地抱住我 妞妞受苦了 妈妈一定好好的将你养大成人 爸爸红了眼眶 一点不留余地地扇了自己两个巴掌 我就是死孝顺 以前一直觉得我妈不容易 羡慕得我妈和我姐过的不好 真没想到他们居然正魔对待我的女儿 妞妞 爸爸错了 爸爸真的知道错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